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特尔近年来正在不断精简业务线,目前的主要业务部门,包括客户端运算事业部CCG,该事业部涵盖桌机和笔电业务, 以及数据中心和人工智慧事业部DCAI,网络和边缘事业部NEX和英特尔代工Intel Foundry。 从收入来源来看,CCG和DCAI部门仍是英特尔的主营业务,收入贡献占比在去年第四季度超过80%。 然而,在新一轮AI浪潮中,英特尔的这两大主营业务不但没有受益,收入反而下降。 以数据中心业务为例,今年第二季度,英特尔DCAI的营售为30.5亿美元,同比下降3.5%,市场将其解读为英特尔增长无望的讯号。 目前,英特尔仍占据数据中心CPU的主导地位,尽管面临AMD的竞争。 今年第二季度,英特尔控制了全球约76%的数据中心CPU出货量,AMD的份额约为24%,而在客户端PC市场,英特尔占据了约79%的市场份额,AMD的市场份额约为21%。 但英特尔近年来始终在一量取胜,尽管出货量达到了AMD的三倍以上,利润却远不如AMD。 两家公司在数据中心CPU业务的收入持平均为30亿美元左右。 英特尔的利润下滑也已经成为该公司股票面临抛售的根本因素。 根据公司最新公布的季度财报,2024年第二季度,英特尔营收约为128亿美元,净亏损同比增加超过200%。 英特尔执行长帕特基辛格·Pat Delcineer坦言,公司没有从AI浪潮中充分受益,成本太高,利润太低。 今年8月,英特尔宣布全球裁员15%,预计将有上万人离开工作岗位,计划削减成本100亿美元。 基辛格最新透露,截至目前,公司裁员计划已经完成约一半。 一位业内人士比喻称,英特尔是70岁老人,吃的是PC时代红利,高通AMD是40岁的壮年,吃的是手机时代红利,而辉达是18岁的青年。 展现的是AI时代的可能性。 英特尔的颓势自2021年开始显现。 当年该公司全年营收接近800亿美元,随后以每年下跌100亿美元的速度断崖式下滑。 2023年,英特尔全年收入跌破600亿美元,营收瑞减三分之一。 英特尔近一年来也在不断寻求业务调整。 在PC和数据中心两大核心业务发展预组的背景下,英特尔开始大力发展代工业务。 尽管这受益于美国晶片与科学法案的补贴利好,但该业务已经成为英特尔的烧钱无底洞。 英特尔9月中旬表示,正在为其代工业务创建一个独立实体,这种结构可以使其筹集外部资金。 代工业务是个无底洞,只能不断地往里面投钱,而且也不一定真的能做出来。 截至目前,代工业务是拖累英特尔利润的主要因素。 市场分析数据预估,过去两年,英特尔每年在代工业务上花费约250亿美元。 尽管今年第一季度,英特尔的代工部门产生了44亿美元的营收,但这些营收主要来自于内部。 英特尔今年年初起,采用了所谓的内部代工模式,及其产品部门和外部客户将从英特尔内部的独立部门英特尔代工购买制造和封装服。 英特尔代工部门的收入,大部分还是来自给英特尔自己的晶片代工。 这部分的收入可以理解为假收入。 根据英特尔披露的数据,2023年,英特尔代工部门亏损约70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亏损就达25亿美元。 美国已有律所称,英特尔代工服务的增长和利润被虚假陈述,并呼吁英特尔投资者加入针对该公司的集体诉讼。 而目前来看,英特尔仍在坚持投资晶片制造专案,并获得美国政府的大量补贴。 美国政府正在加大对半导体生产的投资。 9月早些时候,美国政府依照晶片与科学法案为英特尔提供了高达30亿美元的资金。 根据该法案,英特尔今年3月获得政府授予的85亿美元的补助以及110亿美元的贷款。 这也是晶片与科学法案给予单个企业最大的一笔补贴。 另外,英特尔还宣布与亚马逊云端运算部门AW6S的合作专案,涉及数十亿美元订单。 按照合作协议,未来几年,英特尔将为AW6S生产基于Intel 18i代工工艺节点的AI晶片。 这是英特尔迄今为止最先进的晶片制程工艺节点。 公司希望借此向台积电的2奈米制程工艺发起挑战。 英特尔表示,它将在俄亥俄州目前正在建设的工厂进行其最先进的制造,包括用于AW6S的人工智慧晶片。 所有人的目光都将集中在他们身上。 基辛格说道,他们需要为每一寸土地而战,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的执行。 因为这是平息批评者的唯一方法。 而且,他们知道自己有能力实现这一目标。 但业内广泛认为,英特尔的IDM模式是一个代价昂贵的战略错误。 所谓的IDM模式,就是企业不仅自己设计晶片,还自己生产晶片。 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分析称, 英特尔一直以来拒绝接受半导体行业的新分工,从而走到今天的亏损地步。 按照英特尔的计划,明年将继续在晶圆厂投资超过200亿美元。 但糟糕的财务业绩和融资环境,可能会直接影响英特尔后续投资能力。 等待接盘,可能是该公司面临的选项之一。 目前,仍然不知道,英特尔是否真的能够以商业上可行的方式制造出尖端晶片。 也还不知道,晶片与科学法案的支出,是否会酝酿出一个充满活力且尖端的美国半导体产业。 要知道,晶圆厂建置成本极高。 有机构估算,建造一座月产量在5万片晶圆的2nm工厂需要的成本, 约为280亿美元,同样产能的3nm工厂的成本约为200亿美元。 先进工艺的IDM很难做,这并不是投入多少资金就能解决的问题。 在此背景之下,英特尔在错过了历史上的多个转型机遇后, 英特尔的命运可能要掌握在他人的手中。 9月下旬突然有消息称,高通已经正式在恰购英特尔业务, 但也引发业内的广泛讨论。 英特尔目前市值不到1000亿美元。 一位晶片行业资深人士则表示, 英特尔的估值处于低谷, 这就好比核心地段的房地产打得对折, 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 他分析认为,英特尔的资产仍然具有很大价值。 英特尔可有好东西, 比如FPGA、Mobileye、GPU等等, 把要的留着,不要的卖掉, 好好来个资本运作, 还是有希望赚大钱。 英特尔还持续持着类似苹果公司的红利, 一方占有PC市场, 收购者则毅力手机大红海, 未来6G和7G也还是要靠它。 博通过去几年股价大涨, 肯定让高通眼红。 如果能低价,收购英特尔, 也能推动高通未来的市场增长预期。 高通是全球最大的手机晶片厂商, 而英特尔是全球最大的PC及数据中心四伏器晶片厂商。 在业内人士看来, 高通如果能逢低买入英特尔, 将有望推动高通的估值。 值得关注的是, 此次收购传闻正值美联储刚刚宣布降息之际。 因此, 收购英特尔背后更大的驱动力是资本逐利。 美国半导体行业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之际。 有时做生意不需要很多理由, 市场机遇来了, 资本就会认为有利可图。 研究机构Gartner一名分析师表示, 不能只看英特尔的股价, 股价反映的是利润, 而不是产品的重要性。 英特尔太重要了, 它的实际价值远远高于市值所反映的价值。 他补充道, 英特尔的数据中心和PC业务仍然是互联网的核心组成部分。 虽然被挥达等巨头赶超, 但英特尔仍是数据中心的主力, 没有数据中心就没有互联网。 他还称, 在涉及重大并购时, 反垄断审查是难以避免的一道难关。 2017年, 博通竞购高通失败就因涉嫌垄断被美国政府叫停。 而即便美国批准了, 也还需要获得其他国家的批准。 当年高通收购, NXP失败就是一个案例。 另外, 高通可能不会收购英特尔持续亏损的代工业务。 因此, 英特尔的一种选择是将代工业务出售给更强大的对手, 例如台积电。 总体来看, 在各种新晶片技术巨浪的冲击下, 这家美国老牌晶片巨头正在做最后的挣扎。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